就是從源頭去讓購買民種貓的這件事情 變成比較不是大家的第一選擇 這個主要是教育工作 那這個如果能夠做到 其實整個省財系都沒有問題 等於十年之內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但是既然就是因為這個源頭 沒有完全解決 所以等於我們都在下游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你們 都等於在下游 那如果 而且貓不像狗的話 牠還有 牠不像你做TNVR 牠還有那個區域的一個 就是自然承載上線 對 但是貓的話又更困難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很多收容所是需要承載那個量匯 會有一個大 如果那邊的人已經養成一個說 那我就可以棄養在這邊 或者棄養沒有後果的話 對 那所以常常是某個現實說 那我不要把繁殖賣賣 或者我要把棄養這個顏家去地 那他們就會移到隔壁的現實去 對 做完全一樣的事情 是 是 會做 就是以台灣本島來講 除非大規模的全面 就是提升這個標準 不然的話結果就會是 這就叫做政策逃離嘛 就是牠會去到政策最終的一個地方 然後繼續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 還是如果人類創造出這個市場 對 那這個問題它很難我們在下游結局 這個就先跟妳講一講 對 OK 了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起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台灣不管是 就是營養替代購買 對 或者是就是今天的這個制度 那或者是說 毛小海這個名字的出現 或之類的 我覺得比起二十年前 就是比起根本版本通過的時候 可以說當時很比較偏僻 但是現在可以說是主流了 對 所以只是差別只是說 大家覺得這是主流價值 跟所有人都覺得這是要做的差別而已 對 我們在以前的時候是說 我們還要說服大家說 這是正確的方向 是 那現在你隨便去找一個小學生 他大概都會告訴妳 什麼問題在做 OK 我就跟塑膠習慣不要亂丟 是已經到 概念已經起出來了 對 的一個概念 所以一方面我是比較樂觀 我覺得說 在一代啦 那就是說 至少現在在國民教育階段的小孩 是 就是像以前那種 就是我盡量不批評特定個人 但是就是 就是比較長一輩的 會覺得說 就是貓咪跟家裡的成員 有這個 就是相互的優先順序的時候啊 或之類的 那對 那對 我沒有聽任何意思 就是可能是某一代 他就是有這樣子的想法 畢竟他就不是人 所以 你把他歸類為家人 其實有很多人很有為期 對 那但是 新的一代 我覺得 對貓小孩這個概念 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所以 他是家庭成員的一部分 那真的很可能我們 就是 總統級貓女 也幫了一些貓 好 OK 我記得他的貓 對對對 就是想想看他才幫了一些貓 所以 我覺得 就時間是在我們這邊 就要先講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像貓便當菜 對 他們 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 我們看很多非營利組織 經營社會企業 嗯 他兩條路 一條是說像 四汗兒 就是 他真正是成為烘焙師傅 然後真的也是很專業 那我也都跟他們學烘焙 那 所以這個時候 他做出來的品質非常好 他自食企業 沒有問題 對 那但是 反過來講就是說 也有一些 他是 那一個理念 讓人本身是覺得值得去投入 對 好比像說像 嗯 在這個大愛感恩 大學做環保回修 還沒有真的做出很好的那個紡織的物品之前 他們其實已經做回修工作做了非常久 嗯 但在那段時間裡面 其實 你說大學投入這個 真的是因為知道他未來會變成賺錢的社會企業嗎 大概不是 對 大概是因為就是背上人感動 對 對 是 所以他是等於靠大家的goodwill 他等於本來的研發 或者是人才招募或者所有的marketing的成本 等於是靠社會的善念去吸收 然後吸收了很久以後 終於釋出一個可以用的 對 這產品來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兩個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嗯 對 那我覺得以流浪貓的這個 當然我們看到燒賣跟其他朋友都一直在try這個 對 可是真的不容易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非常多的方法 對 但是反過來講這個倒是有可能 您說這個事情 就是說 大家是理解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從goodwill 從環境教育 好 就是說從一個 大家會覺得 就是這是這一代共同的問題 要共同去解決 嗯 的這個狀態 去做 就好像說我們 說減塑啊 淨灘啊 這個當時還沒有把塑膠還原成紡織品的技術 或者還原成油的技術 所以沒有錢賺的 淨灘是不可能賺成的 對 可是那還是很多人來淨灘 對 所以就是要把它弄成一個 嗯 因為淨灘它不是只是做 正向社會影響力 簡稱功德而已 呵呵呵 而是它也是有一種交友啊 認識環境啊 對 這個 至少它是正面很開心的 OK 如果只有兩三個人在那邊做 看起來就會很苦情 很沈憐 對 所以如果你弄到兩百個人一起做 就是世界最美海灘什麼的 看起來就很high 那我在講的後面這個 它比較是一個動員的力量 去把這個弄成大家覺得有一個team 有個vision 然後很開心 對 但要做到像那樣子的話 對 我的理解是我會需要一些 嗯 行銷的步驟 或是行銷的 它這個主要就是一個梗 對 對 對 那 它又是另外一個 說是專業有資訊 還有一些資源的東西 對啊 但是貓咪有些天的優勢啊 喔 你說它可愛是嗎 呵呵 就是你要發起什麼群眾運動 只要附上貓咪的圖片 大概是東西 對 對 我一直在想 寵物是有市場的 寵物其實也是賣錢的 米克斯貓咪也很可愛 那為什麼這個賣錢的東西 沒有辦法套在米克斯的禮藥毛上 為什麼收容所有的禮藥毛不能來賺這個錢 所以我一直沒辦法把中間那個gap 套起來的地方 到底 到底少了哪一個link 我覺得是它 一開始需要投入的時間成本很高 一開始需要投入的時間成本很高 簡單來講就是說 像領養 對 其實領養是一個非常高 時間成本投入的事情 為什麼 就是 欸你實際養了你就要陪它 你就要去幫它 就要去做 就當你已經 當你已經領養了很多隻的時候 當然對你來講 多一隻是多一個邊際成本而已 可是如果一個人 他從來沒有接觸我 這件事情 領養 領養第一隻貓 對他來講是 承諾的那種牙齒 對 領養第一隻貓 對他的那個心理障礙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看國外的 就是一些相關組織 他就會用 可能照你的照片上傳 照出跟你最像的那隻貓 喔唷唷我看過這個app 之類的 就是盡量讓它 踏出第一路的這個心理障礙 可以減低一點 對 那或者是說像 呃 那個 對 不好意思 對 再一下 對 就是說或者是說像 我有看過一些做服務設計的學生 那他們在收容所就設計一個動線 這個動線就是說 讓他先了解那隻貓的故事 然後呢 或甚至是用LINE的那個機器人 回答一些什麼形象測驗什麼的問題 然後才就引導他到 跟他最速配的那隻收容所裡 之類的 就是說 就是說都是透過一些方法 讓他做出第一個承諾的時候 心理障礙的障礙或者心理的距離 稍微少一點 因為如果你這個東西減低到一個程度 那有機會加入人就很多 對 有機會加入人很多 那就像靜坦一樣 變成一個全力的運動 但是如果這個障礙比較高 那就只有比較少人的家裡 那比較少人的時候 看起來就不一樣 其實結構就是這樣 因為收容所裡面 有收容所的規矩 然後他畢竟是公家單位 所以像你 對像新屋那個問題就是 他跟收容所的員工已經講好 但是上去之後到動保所那邊 就怎麼變掉了 所以簡單說 我還是要先把貓蟲 官方稍微移出來之後 拿到零件 然後我們自己再想要貓蟲 或者就是你民間 證明出一個好的方法 然後讓官方收容所去參考 對呀 這個跟當年實驗教育是一樣的 就是說民間自己用公開名義 或者用純名義的方式 辦出一些比較好的學校來 然後呢 就 過了十年之後 我們就說服 國教育員說 你看這一套真的比較好 那不如拿來當公民教育的課剛吧 那是那個要花很久的時間 時間教育員花了十年 對 對 好 不過我跟上面也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在公司有一個 一刀衛檢板 OK 因為我有講過一段段 有有有有 好 所以其實 你要找到一群人 然後想法是一致的 長期的做通一些事情 對 然後要想到一個更 這個更可以 支持大家做很久 對 沒有 多一點人做就 因為其實在動保圈圈裡面 人雖然很多 但是 每個人 相當相較好的 認知是不一樣 所以其實 就算在動保圈圈裡面 我們還是有個小圈圈 然後他就會 摸個小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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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得很不好之類的 就在網路上互相謾罵之類的 所以 那也是一種小圈圈的方法 是啊 對啊 跟貓咪會哈萊哈去一樣 或是 好 也是一種彼此認識的方法 因為這樣還是同文層 真正 不是同文層 就是你連對方講的都聽不到 那個才是 是 好 有找到一種 那個 所以我具體建議 真的 環境教育 我覺得現在是在一個 完全 這個 太容易進去的地方 就是 我們明年八月開始 新課綱嘛 小儀 博儀 高儀 學校的自己 就是開始定校定秘修 校定選修等等 科程 對 所以我們就已經看到很多 好比像是有一些 注意力 學師 或這些的朋友 那他們就是 讓動物陪著他 來 對 來看書 那像這樣子 其實 就算整個校圈裡面 只有一隻到兩隻 其實整個校園 都已經認識說 那同伴動物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是只是寵物而已嘛 那 我覺得這個是大有可謂 因為 我們新課綱就是在 要求我們學校 開始擔負 以前只有 國裡面一個 和國教員做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 像社團課上 第八戒課的這些朋友 現在都直接去找 就是 學校的課法會 學校的課法會 然後說 那我們接下來 來規劃小學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高中一年級 可以怎麼樣把動物 進入教學的現場 或者把小孩 帶到動物的現場 都可以 所以如果我要 我希望能夠開發 這一塊的可能性的話 我需要有些條件 嗯 就你需要一個 你比較熟的 小學或國中 或高中 所以其實他沒有 他沒有一個 比較客觀 比如說我需要 一個team幾個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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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 因為你很多時候 只是一個植入一個概念 對 那他只要 那個概念有 重進整個學校的課法會 那他們課程 也就努力 都是很強的 對 所以不一定要 你自己去教 這跟以前社團 沒有過第八戒是不一樣的 現在是說 你只要能夠 扭轉那個 老師的想法 那他其實會很感謝你 因為教育部 要他開新課程 他也不一定 就開得出來 以我所知 學校 用這樣辦哲學的 辦電競專 辦哲學 但什麼都已經有了 那如果這些題目 可以做 當然董寶哥可以做 OK 了解 你這塊的話 就有 什麼地方可以看到 參考資料 什麼 你就找12女國教 12女國教 12女國教 然後課法會 對 那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些 OK 如果有任何問題 你就不可以 好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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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說收容所嗎 對 各地方政府都有 對對對 那這個東西有可能 外包出來 讓民間機構去承包 或者是 你說公關民營的收容所嗎 類似 有這種東西嗎 就是如果地方 首長公益的話 當然可以 所以是各地地方 自己去看 對當然 那現在有案例嗎 你說公關民營的收容所嗎 對 就是你剛剛不是在 不是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一個失敗的 失敗的 他沒有像公關民營嗎 有 有 你如果找公關民營的 遊浪動物收容中心 嗯 的話你會找到一些 像 嗯 有一些事去做特定的事情 特定的事情 像 特定的事情 跟那個長照師至長者去結合 那那個就是 新北市的一個案子 叫做 樂靈陪伴權 所以這是老人常辦的 對 那這個是跟 以安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呃 去辦的 那所以他的 承辦者 他其實是為了達到社福目的 對 對 但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跟小孩陪毒 嗯 一樣 就是他是為了同伴動物的這個目的 而不是為了 就是 流浪動物收容的這個目的 他只是用這個方法去做這件事情 哦 所以樂靈裡面有動物陪伴的意思嗎 對 就要樂靈陪伴權 OK 你找這五個字應該就找得到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他的 需要使用的目的 是在別的局處的時候 OK 而不是在動保處的時候 了解 另外一個想法 對 比較有機會 對 為什麼沒有聽到這東西 呵呵呵 真糟 陪老人陪小孩都有 OK 對 而且米克斯應該也可以 不像監獄犬 需要吃米格魯 對 呵呵 好 是 為什麼一定要米格魯 好 米格魯比較好 比較乖 還有就是他的 嗯 就是 因為很愛吃嘛 對 是 對 訓練的速度比較快 沒錯 沒錯 OK 嗯 那林陪伴犬 怎麼叫我這個東西 可以 然後我想請問像有一些狗員 他們說他們是 去 收容所收狗出來 然後 嗯 動保處會撥經費給他們 是有這樣子的 做法嗎 然後就變 然後就變成 就變成狗 就 放在那邊 有狗員去養 然後 有動保處 這個 是叫做民間狗場 民間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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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就是所謂私立收容所 這並不是 那就不是這樣 並不是 對啊對啊 它只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動保處 以我的理解 像在台南 你如果要捐到民間的私立收容所 它是可以捐到 專戶 就先捐到私 但是你是指定用途 說是給民間收容所 然後是等於幫你把關 說它沒有留到不肖的狗員裡面 好我懂你的意思 對 因為其實勸募是有那個勸募辦法的 對對對 那你民間的很多 你只能 就是私下捐助 但是你不能公開勸募 對對對 因為它就是沒有完全符合那個公開捐募 那但是像台南師傅 他們就是說那沒有關係 市府出來 所以你捐給他 抵稅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然後但是師傅有一個平和的方法 然後再撥給 但是他的錢不是納稅錢 他的錢還是捐給 對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找一下 就是台南動保處的處理方法 台南動保處 它叫動物福利專戶 我們有接受的嗎 對 因為我不需要開協會 我也可以募款 對 沒錯 就等於他幫你募款 那你要願意收到他的錢 那當然這邊要提出 就是一些透明的這個 運用方法 然後確保說 每一隻流浪動物 他有一個類似履歷嘛 就是到底他身上有多少錢 你要證明給師傅看 所以其實也是證 師傅會來算驗收 或 我不確定他具體怎麼做 對 你可能要問一下他們處理的人 因為像這個都是地方政府權責 我們在中央基本上 只要確定他不違法 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直接去讀到他的經理 對 那像TNR這個部分 他的預算 對 也是地方各自處理 是 是 對 對 對 是 對 TN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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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也是有的 有一位赤庆法王 我也是看報紙 他領了360集 總之他是自己也一樣 對,他跟他的一個弟子 對 然後 對,他也有贊助一些別的行為 對,所以他是等於是一個宗教財團法人 那當然他有自己捐助的經費 但他等於就是專款專用到流浪動物的議題上 他怎麼都沒有些人 這個我想不會是唯一的一個 台灣,尤其是佛教界這邊應該是有一些的 好 我剛剛忽然間是想到 慈濟真的是蠻富有的 就是宗教這邊 會覺得會比較快 他們現在也很願意投入去學校青年創業 這樣子的工作 慈濟現在是一個青年創業的加速期 蛤 很妙 很妙 對,所以他們現在就是 慈濟加速器 對啊,慈濟加速器 他叫慈悲科技創新 青年公益時間 不賴,因為我這邊 好高,還有機會 對啊,這邊是有一點機會 現在也還在報名 所以 就是你能夠做到這些裡面 好比善說慈善創新之類的 然後包含 浮化跟加速 對啊,然後 就是會給一些錢 對啊,我覺得 也可以想一想 對不對,你這個branding 他們交給你一件事還不錯 完全跟傳統慈濟的形象 完全不一樣 我根本沒聽過這件事 我媽還是慈濟會員 對對對 對啊,蠻妙的 蠻妙的 他叫Vision Future 然後中文名字叫放大視野 想像未來 好長喔 真的 果然是非常的有趣 你也可以用來找 可以做這件頭 然後這個件頭就這樣 好 請坐下講 主辦單位 刺激進去 好 請試試看 OK 我大概問完了 謝謝你 謝謝 拜拜